我感觉那个全领半领在三点和五点处不可能击球 是不是空架子空谈理论 我没有看那个铁子啊,我也没时间看 大概的少了一下 就说什么三点五点 一般我们不管是领拉也好 侧领也好 我们出球点的位置 如果是我们刚刚把这个叫全领好了 如果是全领的话 我们一般摩擦球的时候是正对来球 正对来球,正前方 这样摩擦上去的 这样摩擦上去的 如果是侧领,手腕侧一点 摩擦球呢,差不多在球的几点处啊 应该是把球划分12个时钟的话 如果是侧领的话 应该在球的7点到9点的位置 这个区间 你不会到,不会说领到6点钟的位置 很少 除非你是拍面啊,往后咬 去这样兜 这就不叫领了,叫侧兜 从这个角度去拉的时候 你才可能拉到球的什么 4点钟 是吧 把这个球画成一个时钟的话 你才可能拉到球的4点钟到5点钟的位置 是吧 这样去摩擦的时候 如果说你一般侧领 拍面不会这样拉呀 是这样对着呢 对吧 所以一般在7点到9点钟的位置 摩擦球的部位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球友啊 他说,学了两个月的正手工和反手拨球 打的都是发球机 动作和质量很好 怎么和人对练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动作 这个其实我回答过很多次了 发球机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它不是人在打球 它不是这种和人打球的感觉 它是你在做动作 至于你球打过去 上台也好 不上台也好 动作做得标不标准也好 没有影响 对吧 那么 这个阶段 你动作长得再标准 它也没有节奏高 建立不了节奏高 所以我建议到这个 你想不够练习上台技术的时候 一定要跟人对打 有人和教练对打是最好的 你才能知道去控制弱点 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大 你应该打到什么地方 如果说没有教练 可以用我们这个反弹板 用屏幕往的反弹板 你才打得很不错的 然后我们来写一下 那反弹板在用的时候呢 反手如果说你的水平不是很高 可以把它的角度稍微调起来一点 稍微立起来一点 如果你水平高一点 可以再往前压一点 这样你可以主动的发力多一点 所以根据自己的水平来调整 好 我来打一下 真是 不错 真是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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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